刚刚同学很多问题 没关系 你关于这逻辑上面 你觉得有点赚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从分路上面来解说 为什么是这样做 好 2016年我发行拿到的金额是1044521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了 我发行拿到这个现金了 好 2016年的1月1号 我承认呢 我的分路 好 debit cash 借现金1044521 好 那我为什么会拿到这个现金 因为我借钱 好 我借钱 我的债务是涨什么样子 Bonds Payable 应付公司债 好 1044 对不起 因为公司债的面额是100万 我要用面额入账 因为这个公司债的面额是100万 所以我用面额入账 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 好 不是账面金额 不是 好 票面 这张票面就100万 面值就是100万 我就写100万 但是我实际上拿到这么多钱啊 所以我有个什么 公司债 亿价 Premium on Bonds Payable 44521 好 这个就是应付公司债 亿价 好 这是 那我问你了 公司债 在2016年1月1号 这个债券的 价值有多少 这张100万的公司债 在2016年的1月1号 价值有多少 意思是什么 票面是100万 但是我这个科目是跟着这个下面 我们说你之前没有写过 这个Premium of Fonds Payable 对不对 没有写过 应付公司债 亿价这个科目嘛 没有对不对 你有没有写过吗 没有嘛 我们说 你产生新的会计科目之后 你就要去想要放在哪一个报表 哪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负债 当然毫无用置疑 它是放在资产负债表 那因为我记了5年 当然是long term 或者是non-current liability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它是non-current liability 非流动负债 那这个科目呢 它后面既然叫做应付公司债的意价 它还是跟着应付公司债的底下 它跟着应付公司债 那公司债 应付公司债 在贷方 它也在贷方 它在应付公司债的家项 它是在贷房 所以它是家项 所以应付公司债 这张债券在2016年1月1号的价值有多少 1044521 这张债券的价值有这么多 只是它的面额是写这样 但是它事实上的价值有1044521 好 2016年12月31号 我刚刚讲 这个债券呢 每年年底12月31号付利息 它付的利息的现金怎么算 票面利率乘上票面金额乘上期间 那因为我说了 利率5% 它票面利率是5% 我说没有特别讲 5%就是年利率 好 所以我一年复习一次 所以这完全没有问题了 所以100万乘上5%乘上一年 所以每年承认的利息是5万块 所以我付现金 5万 好 所以我承认利息费用 5万 好 如果我没去做这个摊销表 我每次付利息我就承认5万 都这样承认 所以 2016年到2020年的12月31号 每次我付利息就承认 我每次付现金就承认利息费用5万 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 除了付利息之外 我需要还本金 我需要还本金 我本金是多少 100万 票面金额是100万 所以这样债券发行的时候 都已经讲了 到期日我就是还100万 所以我还100万 现在我还了债务 这个会计科目 相关的会计科目就要冲销掉了 好 因为我还了 所以Bounce Payable要冲掉 但是Bounce Payable有跟着一个科目 Premium 现在这个主体不在了 所以他的这个附属的就要跟着不见了 好 所以Premium 好 如果这样写 借待方有没有平衡 不平衡 对不对 还说不平衡 那你会借 待方科目要多一个 多一个44521 好 44521 那我说你开始想 待方会出现什么样 会计五大要素哪一类 第一个 它是资产吗 待方会写资产吗 没有啊 我也没有资产扫掉啊 第二个 它是负债吗 钱都还完了 怎么会产生新的负债 第三个 权益吗 股东权益就变化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什么 增资减资 一个就是什么 盈余的结果 或者发行鼓励 都没有啊 这个交易跟那些都没关系 好 第三个 第四个 它是收入吗 我们先讲它是费用吗 没有啊 没有费用减少的问题啊 第四个 刚刚讲的第四个 收入 好像唯一可以的话 就是收入 对不对 会计五大要素 然后唯一可以合理的 产生的会计科目 就是收入类的 好 那你接下来想它的逻辑 我借钱 我还钱 我还赚 这逻辑合理吗 我借钱还钱是天金低 而且我还一百万也是 一开始这个发行的时候 就已经讲好 我怎么时候突然间 那个时候赚出来了 这个四万四千多呢 所以逻辑上说不通啊 对不对 我借钱还钱 一开始就说我要还一百万 五年之后要还一百万 我现在还一百万 就完全是按照合约去执行啊 怎么会有赚这个问题呢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科目 不能在最后再去一次冲销它 因为不合理 第二个 当时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premium的科目 因为市场利率百分之四 而我票面利率是百分之五 表示 根据市场来看 我应该负担的利息会比较低 对吧 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要告诉你说 所以我这个 第一个 我这个像写的意思告诉你说 第一个 我的premium不能到期日 一次冲 一次把它冲销掉 因为说不通 合约一开始我就说要还到五年要还一百万 我现在就是照合约还你一百万 我突然间赚了四万多 不合理 不合理 好 第二个 那这个债券不见的时候 第二个premium是为什么发生的 是因为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我说如果根据市场利率来看 我只要负担四%的利率嘛 但是我现在票面上是负担五%的利息啊 所以表示我票面上面所承认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说我要反映的是市场的有效利率 所以表示呢我每一年我的这个科目必须在这个债券的存续期间做有效合理的分摊 它的相对科目就是利息费用 因为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同而产生的premium 好 那这个因为利率是一个 我们把它转换成会计科目的话就叫做利息费用 所以呢我就要叫什么 你要冲销它原来在代方你就要写到借方来 代计interest expense 对吧 我刚刚讲为什么会产生premium 票面利率不等于市场利率 好 但是我每次付利息是根据票面利率去算的 那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还高 然后我有溢价 好 所以我跟你讲说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我们那个摊销这个这个摊销表是正就是反映出我每一次 我一次借款我在同一个2016年1月1号去借的钱在当时候就已经决定下来我的市场利率就是4% 未来市场在怎么变化跟发行公司无关 它的市场利率在发行当天就已经什么 定下来了 这个利率一直都适用在这个借券的存续期间 发行公司的有效利率在发行当天决定了以后就不会再变动了 发行公司的有效利率在发行当天决定了以后就不会再变动了 这个有效利率就会适用这个借券的存续期间 这样听懂了 好所以呢我每一次要去做摊销的时候我说我的目的是要这样子让这个债券到期就等于零嘛 所以我的premium就一次每一次付利息的时候 或者是付利息 或者是期末调整 你就要做一次摊销 好那我现在这个例子比较单纯因为12月30号付利息 所以付利息的同时我要做摊销 摊销的金额在那里了 第一年8219 好这摊销表 这个摊销的金额 就是我未来 借方科目 代方科目都不变 会变的是我的金额 因为我的摊销每一次 根据有效利率的摊销 我每一次摊销的金额都不一样 2016年12月37号8219 2017年12月37号8548 2018年摊销 8890 每一年都不一样 但是科目都一样 都是借 应付公司再议价 代 利息费用 所以每一年我也付利息的时候 都做这两个分路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 就把它勘败在一起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那你会怎么怎么做呢 因为我每一次付利息都是付现金 所以这个代方我付现金是不变的 好那我今天借利息费用 借利息费用 带利息费用 我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把 我把这个科目写上去 好 所以我把这个科目跟这个科目 整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多少 就是上面写的 4178 4178 好然后我的Premium 8219 好就这样 我就把两个科目 两个分路 整合成一个分路 金额 都根据贪销表来的 好 这是我每一次付利息 要做的贪销 承认利息费用的金额决定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样看懂吗 到这里没有问题 是 没有Premium 没有Premium 对 他直接 他都把它合在一起 Bounce Payable 然后到那个贪销的时候 所以也是 也是那个 假如说我一加的话 他也是直接借邦的邦 邦 那是写法不同 对 写法不同而已 但是对于报表的影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说Premium是不是也在放在什么 Bounce Payable的底下 好 所以现在有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就是我的应付公司战 因为我一开始票面金额就是100万 最后用100万入账 超过的部分或少的部分就Discount Premium 现在是益价 所以是Premium 再贷方 这样看懂吗 好 那课本上面呢 因为现在有两种的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全部叫做Bounce Payable 是1044521 然后到期 然后每一次付利息的时候 我就是一部分还 Bounce Payable 一样啊 因为我这边减少 我的Bounce Payable是不是 它的账面金额就会减少 一样 因为Premium就是放在什么 Bounce Payable的底下 所以它是Bounce Payable的加项 那Premium越来越少 所以它的Carrie Value就会越来越小 就这样子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那另外一种 Appendant B 就是我们的附录 B呢 有写另外一种贪销方式 这贪销方式 我们这个 我们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这个贪销方法叫做 有效利率法的贪销 有效利率法 为什么要有效利率法 因为每次我的负担的利率都是4% 那另外一种有点像我们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的计算的直线法 所以我们有一种贪销法叫做直线法的贪销 直线法的贪销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意价了44521 44521 好 太麻烦了写那个贪销表 我不用去写贪销表 我就根据什么 44521 分5年贪销嘛 44521除以5 所以我每年贪销的是8904 好 最后一年再差 差一块钱把它算在最后一年也可以 好 意思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线法呢 我每一年承认的 借利息费用 跟借应付公司在溢价 或者是你要跟课文写一样 直接借应付公司在也可以 所以你是什么 这边是8904 因为我每次付 要一样要付5万块的现金 好 所以5万去减 5万去减 8904 我每一年都承认4109 41096的利息费用 这个叫直线法 这个叫直线法 Strike line method 好 这边如果是有效利率法 这个数字会每年都不一样 会跟上面的 会跟上面的 是一 这边的数字是跟我的贪销表一样 那如果你是直线法呢 因为直线法的意思是说我把溢价 就分5年平均分摊 所以44521除以5 我每年探销8904 好 5万块里面有一部分是 探销8904 所以剩下就是我承认的利息费用 这个叫做直线法 Appendex B 就是指说直线法 很简单 不用写那个摊销表 我每一年就是 摊销8904 5年都这样 5年摊销完之后 我的票面金额 到期值 也会等于我的账面金额 Carry Value 一样 好 所以意思是说 我每一年 这边都是一样 好 承认41096 5年都一样 5年承认8904 都一样 最后一年 因为差一块钱 好 最后一年 形同一样 8904 这个就直线法 那你当然 这个账面金额会因为 你探销的金额 而不一样 好 所以一开始是1044521 减掉8904 所以探销完是1035 1035 1035 617 好 第二年一样在探销8904 所以是1026713 第三年又探销8904 因为每年都一样 所以是1017809 好 好 再来是 再探销一个8904 所以是10 108905 好 第五年 再探销一个8904 就等于账面金额100万 就等于票面金额100万 所以你可以不用写贪销表 因为每一次你的金额都一样 但我现在还把它写出来的原因要告诉你 一般工人快据准则 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都是折一些的贪销 那一般工人快据准则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吗 还有说法 原则上 必须要以有效利率法 除非你直线法算出来的 没有重大差异 那你就可以用直线法 所以原则上 虽然它有告诉你 Appendex B有告诉你直线法的贪销 它的好处什么 方便算 很方便 很简单 那这两个方法到底 国际会计准则也好 或台湾会计准则也好 怎么去判断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好 他就说 原则上 或者会计准则应该是说 建议要用有效利率法 除非直线法算出来 跟有效利率法算出来的结果 没有什么差异 那你也不用为了少少的不同 好 重大性原则 我们也很强调重大性原则 好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差异 那你也可以用直线法 那为什么国际会计准则 或台湾的会计准则 比较倾向于用有效利率法呢 为什么会倾向于用有效利率法 因为会计就喜欢让它复杂吗 算得越复杂越好 是这样子吗 有人点头 你是无意识的点头吗 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效利率法才是真正翻译出 我发行当时市场利率是4% 所以每年承认的利息费用 为什么我会在意利息费用呢 因为费用会影响我的损益表 我们要允荡表达我们的报表 所以你叫费用叫收入会影响你的损益表 影响损益表就会对于投资人或者是债权人或者是管理的绩效会有影响 所以他会很在意你的收入承认多少 你的费用承认多少 好 那我们说直线法为什么他不赞成呢 不是那么赞成 为什么不是那么赞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这边写的直线那个有效利率法 每一次负担的利率都是4% 如果我用直线法 好我写在那里了 第一次我承认的利息 借的本金一样 第一次承认的利息是41096 第二年我还是承认41096的利息 但是我借款的本金 因为做了一年摊销只剩下1035617 第三年我还是承认利息是41096 但是我借款的本金是1026713 分子都一样分母都不一样 如果这算出来的差异性很大 那是不是就没有允荡去反映出来了 所以我说我刚刚是讲 他的市场利率 发行公司的市场利率在发行当时后 就已经决定下来了 未来他实质上所负担的利率 不管发行之后的市场利率怎么变动 都不影响这个债券 发行当天已经决定下来的市场利率了 这个市场利率发行当时决定了之后 这个利率就对于发行公司而言 就适用这个债券的纯续期间 他跟投资人的角度不同 投资人不一定 投资就不是这样子了 好所以我们来讲的是发行公司 所以我们这个是负债嘛 发行公司是跟人家借钱啊 所以我们这张节在讲负债 所以他就是这样 发行公司就债务人而言 他的市场有效利率 在发行当天的市场有效利率 就是这个债券 纯续期间所适用的利率 好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把它建立起来 请你不要跟投资人的角度混淆了 我们现在是站在发行公司 债务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来做会计处理的 好这样清楚吗 好所以告诉你 这个整个历史里头 第一个你怎么去算你的发行价格 第二个 你的发行如果产生折价溢价 这个折溢价后续要怎么处理 好 它的处理方式 有效利率法直线法 好第三个我们才讲 好那你的摊销表 你的分路怎么写 你的分路怎么写 好 我现在用一个 所以appendus A跟B都讲过了 我就用这个例子把A跟B就都讲完了 好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让你自己从头到尾做一次 好我也要你用那个有效利率法来做他的折溢价摊项 我给一个条件 好 我的一样2016年1月1号发行 好然后呢是我的phase amount 票面金额 好票面金额是500万 三年就好了 票面利率 phase rate 百分之10% 但是他的market rate 市场利率 百分之12 看一下 他应该有这个利率的话 我就没有问题 我看一下 好可以 好 就这样 请你第一个去算他的发行价格 第二个去算 每年年底付利息 好 每年年底付利息 12月37号 我现在发行一张票面金额500万 票面利率百分之10 每年年底付利息 这张债券存续期间三年 请你第一个算一下他的发行价格 第二个 请你做他的每次付利息的会计分录 再说一次的条件 面额500万 利率10% 每年年底付一次利息 这张债券存续三年 换言之 2016 17 18 2018 12月31号到期 2018年的12月31号 理论上一个三年的话 那是2019年的1月1号 照理说2019年1月1号才满三年 好 那反正我就告诉你 三年到期 请你去做他每一次付利息的分录 第一个大家先算他的发行价格 来承认他的分录 第二个 请你做他每年的支付利息的分录 请你以有效利率法 来做他的折溢价贪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怎么做 因为我现在举一个是折价 因为我的票面利率低于市场有效利率 所以他一定会折价发行 换言之我算出来的发行价格要低于500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500万乘上 票面利率10%乘上我们查Table4 利率12%其数只有3 好所以是2.40183 2.40183 加上到期的500万 复利限值 一样利率是3% 利率是12% 其数是3 是0.711718 所以算出来是4759815 算出来跟我一样吗 4759815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发行分录就已经有了 好 那我们要我先把他的摊销表做完 好 所以呢 我一开始发行 拿到的信息是4759815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每次复利息了 每一次复利息我就要做折价的摊销 那我每次复利息付多少 付50万 好一共付5年 我到期要让这个carry value等于什么 500万 这是我的目标 好 那我的利息费用怎么算 因为市场利率12% 这三年 存续期间三年都是12% 一开始第一年我承认的利息 是根据我一开始发行拿到的 现金4759815 去乘上1% 1% 对不起 12% 好 是12% 所以是571 178 好 那跟50万来比较呢 我要摊销是7178 71178 摊销完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会从4759815增加4759815增加为4803993 4830 好 4830993 然后之后呢 第二年 我一样再乘 算第二年的利息 就是根据第一年 摊销完之后的账面金额来算第二年的利息 一样乘12% 所以是579719 好 所以跟50万来比较呢 我要摊销是79719 好 摊销完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会从4830993调整为4910712 好 再来一样用12%去算它的利息 所以是589285 好 最后我应该还是有点尾数差 好 所以本来我要摊销的是89285 好 你可以发现 这个金额加上89285应该就不太不对了 所以呢 就我们尾数要去稍微调整一下 好 500万 500万 跟4910712 89288 好 差3块钱 这边我差3块钱 差3块钱在这里 588 好 贪消费就结束了 好 那我没 接下来我们算完之后 但我每一年 负利息的分路 该怎么写 把金额填上去就好了 一开始我拿到现金 400多万而已 479 479 和4759 815 好 那我还是维持我原来的写法你可以写成课本上也无仿好那我要有一个discount因为我刚有讲过discount所以500万 票面金额是500万 那我只有拿到这个金额也说我有个discount of balance payable 金额就是差多少 好 4759 815 就差了240 815 240 815 好 这是我的折价 那我们说了这个科目 应付公司在折价也跟放在应付公司在的底下 那因为他在借方 因为公司在带方 所以他放在底下就是减项 所以反映出这张公司在在2016年的1月1号的价值就只有4759 815 好 当然你要像课本一样 你的bounce payable就写4759815也无仿 那但是你原来的分路怎么写你后面就要跟着怎么写 好 你不要搞混了 你第一个原始的分路怎么写你后面的分路就要跟着怎么写 我这边有discount 所以我后来在冲销的时候 摊销的时候我就写discount 就冲销discount 如果这边一开始我就是bounce payable 没有discount的话 那你未来摊销的时候你是bounce payable就要增加 因为要从他4759,815 到他的到期日是要等于500万 好 所以这边interest expense 在上面已经算了 我第一年承认的利息是571,178 但是我付的现金是50万 所以我这边有个什么 discount of bonds payable 因为原来discount of bonds payable在哪 在借方 我贪销他当然也写到借方来 所以金额是7178 71178 好 以此类推 往后每年 你的科目都不变 后面的金额不一样了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是附入a跟b b的话就是直线法而已 你把原来这个折价的金额除以3 每年去贪销的金额 算出你每年成年的利息费用都一样